谢谢 合唱戏很棒 很好 很棒 很喜欢这个线段 很细腻 我喜欢这个 我们先听李承如老师怎么讲 合唱戏 上次演那个一刀扎个你这儿 你没感觉那是你吧 是 是 今天感觉不错 谢谢老师 人物的忧郁啊 尤其那个眼神的控制 挺准确的 另外你的台词我能听清楚 但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当第一个画面摇过来 你们两个人又回到生活状态的时候 你有一次起身往外走 你那时候戴着手铐吗 没有戴手套 那你那手怎么还在这儿搁着 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抑郁 比较自闭的人 然后我生活的习惯可能就是很内向 但是给人感觉就是 你始终戴着手铐呢 走该怎么走 该怎么走啊 你手动起来 就这么一点啊 谢谢老师 真的挺好的 感觉好像变了 变成另外一个人 相反这个景观 而你的台词我有好几句是听不清的 你这么聪明的头脑 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 这个作品是思思入寇的 每个台词都是非常重要的 又没有那么大的行动线 只有靠你们的台词和眼神 有一两句听不清 就往外跳了 女演员在这个作品里是吃亏的 只有在最后你在那走廊那儿 才能表现出来 为什么这么怂 但是特别奇怪的就是 你往下一跪那下 是为了感谢她 还是求警察 还是在找东西 你如果是跪她 那应该是 哐当就跪下去了 对吧 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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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他这个镜头啊 放大的非常大 他很多地方会看得很清楚 以后一定要注意准确 好吧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尔律生导演 何长熙 你上次 我之前一直记不住你名字吧 你被扎了一刀之后 我就记得了 今天完全不一样了 这次很明显 因为导演的手法也是重要 很帮那个戏的 所以静明我先问你啊 怎么你的戏 每个人里面都那么多调动 你花了多少个小时啊 你还是年轻 我没有这个体力 所以灯光啊等等啊 他都有帮助的 你知道 有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很多外露的戏 靠词啊等等这种 静态的戏非常难演 我到不了山顶 我也找不到出路 就这样被困住了 被困住了 他光做的那一方 眼神也不是特别夸张 也没有很夸张的对白 我觉得你感觉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你是很大的进步 谢谢陶爷 费锡明呢 比起上次还是保持水准的 但是你要留意你的语速 你是比较 所谓说的套路这种 就依据 依据 依据 这不是那么短时间 能调整出来的 反正你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 语速要调整 谢谢导演 好 女孩 李希瑞嘛是吧 你上次不演顾李了 对 是吧 因为上次见到你出来 我觉得你脆弱 你知道 我相信我们所有导演 都不太喜欢 就哭得稀里哗啦那种 所以上次好像有点过 眼泪啊 我是真心希望你就是在 把所有的感情放在戏里面 而在面对公众 所有包括我们这些导演 观众 或者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要坚强 我不是去挑你的毛病 这次这个戏里面 你发挥的空间不大 但是你同样也给我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你的妆啊 跟上次完全不一样 没什么化妆啊 我看你 对不对 基本没有 对 所以我对你也是改观的 整体来说 我对你们三位都是赞赏的 谢谢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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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耳东生导演 赵薇导演 我觉得挺好的 能看出他们三个 都让了投入 状态都非常的统一 不管是表演啊 还是拍摄上 是有一定的形式感 就是这个戏有点长 就稍微有点闷 我觉得哪怕是一个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也不可以给别人过多的 泄露内心的这种东西 还是尽量多寻找一些 细微的感受的变化 做一些处理跟设计的 我觉得是可以多一些的 嗯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谢谢 有道理啊 谢谢 这个戏啊 其实 就目前这个篇幅啊 我认为郭敬明导演做了好多 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处理 我认为何场熙这个状态啊 特别是你做了这个造型啊 是奏效的 作为一个偶像型的演员 你能够把自己的一个很帅的形象 暂时的破坏掉 为了进入这个角色 也是做了一个挺难得的一个尝试 这是基本的感觉 但是三位的认真的态度 其实李希瑞 我觉得你是一挺好的演员 你是一挺会演的人啊 费启明其实啊 如果要给你更多的材料 关于你自己这个人物啊 啊 你和何场熙之间的关系的 更多的材料 也许你能处理的更好 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谢谢你们 谢谢开哥导演 你的胡子是真的吗 对 我留了三天 就很真 所以我也佩服你的勇气啊 谢谢你 我其实在看到场熙的第一次我们排练完 我在镜头上看他的时候 我是非常惊讶的 所以今天我看到他的表演 他有眼神了 他又人物了 他相信这个人物 他走得进这个人物的内心 我相信看完第一期陈情令 然后再看你这一轮的表演的观众 会非常惊讶 你的进步和你不一样的感觉 完全惊讶 惊喜 所以我还是挺为他骄傲的 然后熙瑞是第一次比赛完 他很沮丧 陷入了一种自我的怀疑 对角色也很抗拒 而且确实这一轮他角色相对来讲 也细分没有那么吃重 但其实他的反应 他很多细节的内心 我觉得都是处理得特别漂亮的 小肺有点可惜 因为他没有彩排的那个状态了 他其实彩排的时候真的很好 很自信 然后也很松弛 但是总体来讲 我觉得他们是很沉得住气地 完成了这个相对很压抑的作品 他们真的是很超额地 完成了我对他们个人的一个认知 我是挺为他们骄傲的三位年轻演员 谢谢你们 谢谢郭达 谢谢 谢谢 好了 接下来各位导演们 要针对三位演员刚刚的表演进行选择了 如果你们希望他们加入你们的剧组 要为他们亮定级卡 首先为自己拉拉票 我现在我不知道能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刚才的表演已经演完了 我觉得我学会了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跟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接触 去贴近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如果导师愿意跟我继续合作 我觉得就相信我 选择我 谢谢 紧张到这些游轮子了 今天也算是完成了这个作品 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戏份 然后我觉得郭导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就很难去进入状态 然后我当时其实觉得挺对不起大家 挺对不起郭导的 然后后来郭导就跟我说 说我相信你的 说你没问题你可以 其实我后来是完全把这个角色 和自己交给了郭导 然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我真的非常感恩 谢谢郭导 同时我也希望我自己 能够在这个舞台学到更多更好的表演 也希望四位导师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我会好好学习 希望导演选我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各位导演们来做这个选择了 希望邀请飞启明进入到你们的剧组 请为他亮定级卡 三 二 一 第二 男高安 他现在",那辈子 跳舞 第一 谢谢郭导 齐瑞还是表演很细腻的 而且她有能力 是我想要合作的演员 谢谢郭导 导演们 如果你们想要邀请何长熙 进入到你们的剧组 请为她亮卡 三 二 一 有请 太棒了 就是满了 满了 因为我说实话 我当时第一次 给她那个S的卡片 其实我后来我做采访 我说其实我有一点冲动 我说以她当时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不配拿那张S的 所以我也跟她讲 我说我当时给你那张S 其实是作为一个学生 我希望你去保持你的学习的努力 后来西西上一场 我彩排天才枪手的时候 我突然眼睛瞄到 我说 蹲在角落里是何场戏 我说你在这里干嘛呀 她说 哎呀我就偷学一下 偷看一下 那我才知道她那天 其实从早上八点钟 所有导演的作品彩排 她都猫在一个角落里面 去看别人怎么演戏 小孩还是挺努力的 但我也相信就是因为我上次那张S卡 给了她太大的压力了 她没有办法就是顶住这个压力 她可能她也比较笨拙 可能也不太敢去问其他导演 可能就躲在角落里面悄悄去看 我觉得给她那张S卡 我当时挺冲动 但现在我觉得很值得 因为当时我想说 我去赌一个可能性 但是今天她还给了我这个可能性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谢谢导演 这是你自己争来的 这是你自己争气争来的 我觉得你先谢谢你自己 我觉得付出 这个舞台上付出就是有收获的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这次拿S卡 可能有一点点进步吧 但是这也是一张鼓励我的卡 对 我们恭喜何场希 希瑞 获得了这张定级卡片 也是晋级卡片 进入到属于你们的导演的剧组 同时我们也感谢菲启明 在舞台上的表演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去领取你们的定级卡 加油 哇 谢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